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我是导致我肥胖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荷膜四条 然后我的那种的臃肿其实是比较多是虚胖水肿的那种类型 然后我的健康外形不OK 然后当然健康也是不OK就有犹豫了 然后失眠啊 严重的肩颈酸动问题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敏感问题 比如说皮肤敏感 鼻子敏感等等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身体的状况 我就遇见了Eva Cream 所以那时候我就调理了我的这个荷膜四条的问题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2019年拍的 所以我的身体是调理好 然后我的水肿那些也改善了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你们看到的 我啦 就是比较瘦下来 但是我还是喜欢穿宽松的衣服 为什么呢 其实衣服下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我要遮住的 等一下就会给大家看啊 然后因为我是长得高 所以看起来还是瘦的 然后饮食方面其实一直以来 我是没有乱吃乱喝的 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很不好的 就是我是没有运动的 就一直到MCO啦 然后就在家 然后就开始参与这个 一起来运动的这个活动 线上的 然后我就开始培养了我运动的这个习惯 所以你看哦 这个是2021年我拍的一个照片 所以在compare to 2019年的时候 我的身心的确是有苗条了 但是哦 其实在衣服底下 女人就是这样哦 总是觉得自己身上是多一块肉的 对不对 所以看衣服底下 其实我为什么要穿宽松衣服 因为我有小腹 我的小腹不是有钱的那个腹啊 是那个头腦的那个小腹啊 是小腹泡来的 然后你会看到我的那个肌肉的分布啊 就好像还是软软的 然后还是觉得很有多余的那个肉就对了啦 但是哦 如果你看我的那个数据的话 其实真的是算蛮标准的 因为我身高是165 所以我的体重54.24算很标准 所以我的body fat也没有很高 25% 所以那时候我讲我要减脂子 很多人都用华裔的眼光看着我 你需要吗 这样子哦 所以OK 不过我很庆幸我真的参与 当时候我听话 我照做 我就去参与了 那我参与了过后 你看 这个是10月的时候 我 其实我拍这个照片 我自己也瞎到一下 为什么 因为每次照镜子看前面 很少看自己后面的嘛 就发现 哎哟 这么我后面屁股这样子的 然后好像多了 这样多多余的 脆肉的 然后还有那个背部啊 是比较好像很厚这样子 因为我有拖背的那个问题的 所以你会看到哦 我 其实那个时候啊 我的运动量啊 在10月以前 都已经是 一个星期里面 最少会有 4到5次的运动量 有时甚至去到6次 就休息一天 一个星期里面 运动5、6天 然后但是哦 你会看到哦 为什么我的 那个 看起来还是 有差哦 没有那个fit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你看哦 我右手边的那个照片 我的运动量 也是一样这么多 但是唯一我加的是什么 就是 我有增加这个 减脂增肌的这个饮食 就是 我10月参与这个 Omni Fit Program 我就开始 有这个 减脂增肌的这个饮食 就像刚才 Mikkel讲的 这个 Omni Fit Program 它是有营养师 会按照我的这个 我刚才量的那个体重 我的那个数据 来配给我 一天里面 我需要摄取的这个 均衡营养的那个饮食法 所以它有给我一个数据 比如说蛋白质 我需要吃多少分 然后 那个Carbohydrate 我需要吃多少分 蔬菜 水果 等等的 所以它都有一个分量计算 是按照我的情况 计算给我 所以每个人会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按照营养师 给我的这个 分配法 去吃我的 一天的三餐 再加茶点 然后就在三个月的时间 当然 运动量还是有 在那里了 所以三个月了过后 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我左边跟右边的我 那个 身上多余的脂肪 还有脆肉 既然消失了 而且不止 我不只是在体态上 提那个脂肪的这些的改善 我连我的那个alignment 身体的那个骨骼的那个alignment 都改善了 你可以看到 左边的那个我 你可以看到我屁股是 那个 是歪一扁的 有没有 然后你看我右边那个 是 整个人是治疗的 然后我的那个 寒背的 驼背的那个 问题也改善 为什么 原来 当我有 去做这个运动 我的那个 我的腹肌那边 念出来了 那个肌肉 然后我比较有力去挺直 我整个人的那个背部 所以我就改善了我 脱背的 加上运动 我们有做很多stretching 因为我们的运动不只是高强度的那种运动 我们还有做一些yoga stretching的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来转我们的一起来运动 它是很多元化 不是单一的 然后我又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全部加起来哈 那我们还有那个经络场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 在整个过程当中 让我去不单止减脂 然后也增积 然后也把我的这些原本的那个问题改善了 OK 看了后面看前面 这个就是我的小富婆的那个照片 所以你看啊 10月的时候 even我有这么大的运动量 我的那个下腹的那个脂肪还是有在 你会看到我的肉还是软软的 不过我中间有一条线开始出来了 所以运动还是没有白费的 但是你会很惊讶 当我有搭配那个 减脂增肌的饮食的时候 你看到吗 12月的时候 我的那个脂肪啊 减了3% 我的那个腹部的肌肉线条 因为也配合运动的关系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讲的那个 我的肤脂肌 我念到了过后 我整个身形 我整个那个alignment 背后比较可以挺直 没有这么像之前 这么脱背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program是两个月嘛 所以其实12月的时候 已经是把我前面10月11月 学到的这个在饮食方面 在运动方面等等的 我们的每个星期的 跟营养师的一对一的那个 线上的consultation过后 真的学到很多 所以我在12月的时候 12月的时候 没有营养师的monitor的情况下 就是自己吃 然后再继续那个运动 我们都知道12月是很多 节目的时候 所以很难免 不可能像之前10月11月 在家这么严谨的去管 就是去吃到很正确的 那个减脂蒸鸡餐 所以都因为很多外食嘛 因为很多party啊 就会摄取很多高热量的食物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12月的时候 其实我在饮食方面 已经是没有跟到这么多 然后还有我的运动量 因为一直外出 所以就有减少了 没有像之前这么大 但是你会看到 我1月的时候 这个是我1月拍的 最近拍的一个照片 也是我有放上去 Facebook的其中 这张好像没有放到 OK 但是不用紧 你可以看到 因为是我进入第四个月 然后你看我的身形 然后我的数据 我的体脂 我的体重体脂 反而还是在跌 那个数据 等一下我会说大家 完全没有那个 富胖跟那个 的那个的迹象 没有那个 富胖和回弹的 那个的迹象 所以你看 这个是我在10月 开始这个program的时候的 我的量的那个的数据 就是刚才我有收大家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在1月8号的时候 量的一个的数据 所以你看我在体重方面 我减了 然后我在我的body fat方面 从25跌到变22.5 就是我跌了 总共是3%的body fat 然后我的这一些 我的muscle是增加的 然后我的内在脂肪 从3就跌到变成2.5 OK 然后我的 我不只是减脂啊 我还增积 所以你看 我的muscle是从25 上升到37 然后我的protein是从10 去到19 所以我是该跌 该减的 我减 然后我应该要增加的 增积的方面呢 我又有增加 所以 配合这样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的方法 真的是 让我看到 无论是外形 还有数据上面 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的 证明说 我做对了 还有一点我很开心的是 你看到我的body age吗 30亿耶 其实我已经超过40了了 OK 所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让我很开心的一个的结果啦 然后 到底我是怎么样的去减脂增积的呢 首先 我就在运动前呢 我一定会去吃这个美丽棒 因为它就像营养师 文青营养师所讲的 它会让我们 在运动的时候 的那个染指啊 哇 我们要的就是要染指啊 运动对不对 消耗我们的这种的 卡路里啊 这些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增加那个 燃指的效果 然后转为能量 所以我在运动时候 就算我做高强度的运动都好 我都不会觉得很辛苦 我也不会觉得很累 因为我有那个体能啊 因为从那个燃烧脂肪变 转换成那个体能啊 那个能量 那个能量 Energy的时候 因为我就觉得 呃 做运动的时候 不会很辛苦 不会很耗我的那个的 呃 能量 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我吃美丽棒的时候 我流的汗特别的多 它会加速我的那个 代谢的那个能力 然后运动完过后呢 我做什么 我就在半小时 呃 以内呢 迅速的补充回 这个优质蛋白质 哦 为什么因为在运动的时候 就消耗很多 哦 所以在运动后呢 要适当的补充回 不然我才 啊 我才可以做到增肌 对吗 所以 我就是这样子的 早餐的时候 因为我通常都是早上运动 所以我就会运动前 吃美丽棒 运动后我就会 呃 喝这个 呃 牛脂水 然后牛脂水呢 我有呃 很多方式的去喝 因为它其实本身单单喝 那个牛脂水 都已经很好喝 但是因为我在一天里面 我需要吃呃 一些的水果 所以有时候我会把水果 跟呃 牛脂水一起打啊 然后我有时候想要增加 那个饱足感 我就去呃 吃那个的 番薯 还有呃 再多摄取一些 像呃 punking啊 这些都是呃 可以让我增加饱足感 还有 更加呃 丰富我所摄取的 那个的营养素 哦 然后在这里呢 其实 减脂蒸鸡餐哦 没有像呃 大家想到的 那么的恐怖 那么的难吃 或者是呃 觉得哎 很乏闷 其实我是整个过程 我是呃 很开心的在吃 因为我的呃 我们的营养师 并没有限制我们 呃 你一天你一定是 要这样子煮 这样子吃 然后这样子 其实他没有限制我们 但是他教会我们 怎么样去计算 我一天里面 我需要的这些呃 分量 然后我再透过呃 就是去变化我的呃 食物去呃 达到那个营养均衡的 那个的呃 目标了 所以呃 番薯是我其中一个呃 我很喜欢呃 摄取的来自那个 carbohydrate的其中一个哦 然后我也喜欢把它呃 切成条状 所以呃 在吃方面就会吃得特别的开心 然后再搭配呃 一些的水果蔬菜 所以我在做这个减脂蒸鸡 饮食的时候 我是一起呃 煮给我的孩子吃 因为我孩子还在家里 那个时候哦 还在上网课 所以我需要负责他们的三餐 所以我如果在做减脂蒸鸡的时候 如果我只能够吃我自己的 我要另外煮给他 我觉得哇 那个真的是很很耗我的时间 还有就是我会觉得很很很烦 因为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的正细减脂餐哦 是跟我的孩子一起吃的 只是说在呃 那个分量还有那个的呃呃 做一些的调整啊 像这个番薯 他们也是在吃 那做成条状的时候 他们都很爱吃 然后觉得好像在吃薯条 而且比薯条更好吃 因为它是甜的啊 然后像这样的呃 午餐啊 我也是他们跟我一起吃 只是说我菜的分量 我会吃比他们更多 然后饭呢 我会呃用糙米饭取代白米饭 然后还有就是呃 肉类啊 菇类啊 然后这个右边的是围炒饭 他就是整整个都是那个蔬菜 然后有加一些的加铃粉 去调味哦 就呃吃吃到特别的开胃 因为我孩子女儿 我女儿都会跟我讲 妈咪 因为他们呃 我有给饭他们吃 有时候我不想吃饭 所以我就会像这样子吃 所以我女儿吃了我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 妈咪 我可以吃像你这样的 你不要跟我加饭进去 可以吗 因为我给她的是好像炒饭 这样子 然后我的是没有饭的 然后他们吃了我的 他们讲妈咪 你可以 我可以吃你的 我不要吃我的有饭的 所以我觉得 诶很好耶 当我这样子去调整我的饮食 比如说在蔬菜的摄取量方面 我真的是吃 比以前吃多很多 连我的孩子都被我影响 他们也跟着 呃在蔬菜的摄取方面 都呃增加了很多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每次我煮都是大家一起吃 所以不会觉得 诶自己减肥减到很痛苦 然后吃到很痛苦这样子 你会看到我的呃 呃那个饮食都是呃 符合那个营养均衡的 呃那个呃 那个呃 那个呃 那个那个目标啦 呃 那个的条件 所以呃 呃 简直升级餐 没有像大家想到的呃 这么的难吃 我甚至可以把它变化成呃 越南餐啦等等 所以呃 都很享受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孩子他们很爱吃茶点 所以我家是有这个茶点的习惯 那以往呢 我当然就是 呃他们也会吃ice cream啊 呃蛋糕啊 呃面包之类的 那我在减脂增机的时候 我也是一样吃 但是我就变化一下 我吃grip yogurt 我吃grip yogurt 因为 yogurt 也是一个啊 蛋白质来源的很好的一个呃 呃选择 所以他们吃ice cream 我吃 yogurt 然后我会加一些的水果 然后呃 Когда Γ 呃 Foods kita这一样加油 那种种 coûts 没有糖分的那种cereal 但还有就是这样呃 就是这样呃 然后就有做一些 我可以吃的brownies 所以还是阴阳 虽然在减脂蒸鸡 但是还是吃到很丰富 每一餐都吃到很饱 然后我觉得就是要吃对 然后吃饱 然后要营养均衡 所以我是没有饿肚子的 然后两三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所以今天中 我还是有趣类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 我们要family出去 对不对 但是当我在这两个月 10月11月 在营养师的guide的情况下 我已经知道我要讲吃 even我外食 我知道我怎样的去选择 我需要吃什么 然后分量是什么 所以我外食的时候 也不是对我来讲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些是一些idea 可以给大家 你看我还是印度产 然后还有有时候 我还是会去一家吃一家这种 洋汁干露天瓶 来我家 就我通常都以这道来招待我的客人 所以整体来说 我的这一个 only feed program 减脂增肌的整个过程 我是很enjoy的 然后我刚才听文青亚斯分享 原来我和女生 也有给我在这个情绪方面 是很平稳 很开心 所以除此以外 我觉得 我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就是去join这个program 因为那个效果出来 真的是我很满意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 做对了 然后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是呼吁大家 如果是想要减肥减重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用对的方法 因为你用对方法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 不只是那个的体态的改变 而是你找到了健康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 不能够为了一个减肥要外形的 而用错方法其实是到头来 我们是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要的目标是要漂亮嘛 但是如果漂亮 失去健康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一个program 让我看到的是 我不只是漂亮起来 然后我也 我的健康没有受影响 然后反而因为我的 这个的均衡饮食 我更加的那个身体状况方面 会来的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好 然后体能方面也改善了很多 因为我有搭配运动 然后肌肉线条全部都 结实了紧实了 其实我真的是比那个照片更瘦的 然后 我觉得 祝所有要减肥减重的朋友 你们减肥成功吧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OK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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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